我講一下好了 其實我們原本是 像說好久沒有辦下一個Talent Show 自從SD12一年級之後 我們就沒有再辦過Talent Show 所以其實已經到兩年多了 我們真的是國際勇氣 想說辦一次Talent Show看看 然後也還好現在米蘭國小 有這樣子這麼棒的場地 還要近 所以對我們來講其實是蠻大的福利 今天我們分得上下場 有沒有知道嗎 對 我們上班場是小一小二 那下班場就是現在 就是三四五六年級的小朋友表演 其實人數這樣做起來還覺得舒適嗎 可以嗎 有想睡覺的感覺嗎 沒有嗎 我們剛剛被鐵山公主這樣很開心嗎 真的是欽佩他 那個Talent Show 卡威鳥 其實在排戲的時候 其實會看到孩子很多的 很神奇的裡面 平常安靜的孩子 他不見得排戲的時候他是安靜的 他可以展現出來的東西是 我們看不到的 那這些還蠻珍貴的特殊 所以我們想要 一點去發覺一下 OK 這幾初戲 我們真的從 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到現在二月 將近三個月的時間 去排練 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很多的班級 他們其實沒有任何演戲的經驗的 尤其是像小一小二是小三 都是沒有經驗的 那他們剛在台下的時候 都很緊張啊 你們沒有看到後台 後台很混亂 衣服都亂穿 然後鞋子找不到 然後那個手這樣子 踢圈片 你我還這樣子拿 怎麼拿麥克風 然後那頭這樣子都戴不了 可是 為了上台克服了一些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給他們的勇氣 並在這台上 要面對你們 他們非常緊張 所以待會他們出來的時候 請給他們熱烈掌聲 OK 那我們現在就一班一班放學 那第一個出場是三年級C12 好了他們有帶著 一點點小點心 但vette 他媽媽有看到他們 那就測名回了 哦